兄弟们,即上次我列几个无死地比较恶心的阵容 又有粉丝来投稿 咱们来看看都是哪些阴险阵容 当然 还有一件事 在视频开始之前,我再说个事啊 什么,你没外表啊 那没事的 来看一下 第一个属于上帝一仙自损一百的阵容 冬皇太乙孙病 文法是这样的 首先三个人肯定连体啊 孙病可以加速什么 冬皇当然是一换一需吸啊 伤害是有保障的 而太乙的作用就是复活作用 等对面死了,咱们直接去赌泉水 一直放大招 对面根本出不得,听起来就是挺可惜的 咱们来试一下 这边刚开局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啊 对面都来到中路 哎呦,这墨袋也太客气了吧 还给哥们送金呀 还有个姚美,斩杀验神 暂时没机会啊 这把对面压得点猛 都是有大位移的 我来就直接来中路 队伍深入到高地了 赶紧都会跟上 扛几下塔也没关系啊 反正我太乙包地了 直接洗 之前看到动皇大招显示压制 我还是比较好奇 到底算是 没想到属于是字面意思 你就看这鱼部大招都被我吞了 结果你猛不猛不 还有一个小蚊子在咬我们 简直就是在送 团灭之后就比较方便了 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了 水晶,我来了 哎呦,这根本打不死好吧 来都来了 再让我往前一点 让你们水晶亲自插着你 哎,这也拿不到我 这也拿不到我 你看你 你 第二个是无敌阵容 看这位粉丝的意思就是想看无法选中 好,咱们必须成全一手 讲实话好久没有看过全魔大武的 期待在这选了几个都是在无敌的英雄 云中军技巧们,圆方离华比约 要说这阵容可就不破了呀 真的就不用讨论,直接封神 这个阵容就真的是 只要框框点技能就立于不败之地呀 开局直奔主题就行 云中军作为无后摇且无蓝条的无敌榜首 装备咱们看星星出 这边跳出了铝布 还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 先给他上一课 其实无敌率玩过云中军的玩家都知道 能技能伤害,云中军大招不是最高的 而是二级 所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穿插的使用 这样可以伤害最大的 我一直以为铝布大招是全城霸底 但其实只要卡住那一瞬间几个 才不可让补伤害是可以瞬掉几个 就拿云中军的几率给他坐起来 按二技能就会瞬间下来 我能想到这个阵容唯一的缺点就是太无聊了 手都点麻了,一直点技能谁能受得点 当然你要是没一直点技能的话 那会更受不了 第三个 暂且称为回血流2.0 看过上期视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我是搞了一个回血阵 不过只是三个英雄 这位粉丝这个可以说是更加全面一点 三起才有你白起八戒扁军 简直是把能回血的都上了一遍 而且这阵容我看了一下 玩标准队局甚至还很合理 因为哥几个都是自带回血英雄 怎么打的是持久 所以装备来半绕就可以 开局直接冲中楼 哎,不是,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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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吧 我不打了,我走了哈 你不能走 上波是站位有点问题 再来再来 果然这阵容还是得抱团的 不抱团一个被切瞬间八戒 回血上的压迫感觉就来了 看着这回血,制裁,什么玩意 哎,我,我拦呢 在一盘游戏里啊 队友之间的配合尤为重要 很多事情是一个人难以完成的 只有大家相互配合才能化解而已 就像一波团战的 比拼的从来不是个人的力量 而是队友之间的默契配合 探视野,扛伤害,打输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侄子 只有大家团结一心 才能发挥出一加一大约二的力量 当双方陷入僵直 往往只有更加懂得配合的那一方 才会取得成功 在生活中其实也一样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 就没有无法战胜能力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